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個真的要靠你 我請兩位晉男來做這個模特兒 你可以啊 有女殺手 可以 玩具TV第十季 第六集 還未結束 你直接站在後面也可以 我跟隨 這次找到三個年輕人做我們的模特兒 你漏了我 子女 做這個Assassin Creed的道具 一比一的道具級的展品 都是一比一的可以用到 我們先講第一個 這個就是Assassin Creed Origins 那一站 大概是一年紀前 這個遊戲 他就講到最原始的 所以現在他們將會拆那個東西 那個叫做陣中劍 那個Hidden Blade 就是他們第一代 居民這個Hidden Blade 很久都傳來 我們不講歷史了 不如找一個男生示範 或者一會兒女生也是 能夠試一下 怎麼放的呢 這個Skate 真的這麼小 他有張Skate的 他告訴你 我想他限量多少 999999 999999 999999 這個1960號 大家喜歡這個號碼 他們的官方上面 就說了 因為這件產品 也有設計上街 我想有一年 的時間 一年才拿出來 對 那就介紹開 因為我們介紹 一間會介紹另外一個寶物 好了 試試 我們藍試試試 好嗎 好 這個是膠 不是金屬 大家可以放心少少玩 就是任何年齡式 就是任何年齡式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戴的 就是這樣戴的 就是手腳的肥一點 就會比較好 對 不然就會有點鬆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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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有衣服 可以收 這樣 沒錯 你攻擊人家就是怎樣 就是有一個按鈕 這樣也應該過不了安卑 一定過不了 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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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有一個保護鍵 這裡 安全鍵 對 先按這個鍵 然後就在這裡 嘩 嘩 這個位置剛剛好割 這個長度是有點尷尬 這個大前一點 大前一點 就要肥這個人 因為就有點鬆 對 對 可能你 例如打人家一鎚 然後就 這樣 很陰濕 這個很陰濕 這是一個暗氣 對 但是每次 當你收回它的時候 它的保護鍵 都會自己鎖 所以每次用 你都要先開 release 保護鍵 以後才可以再 你的手彈在家 那邊 就會橫向我看一點 對 小心 哎呀 哎呀 你的氣質很差 我可以給女生試一下 C仔試一下 C仔試一下 女生的手還幼 拿一下拿一下 哇 我可以戴上手臂 他在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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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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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看 你試試看 你試試看 他摘成了 他摘成了 沒有 他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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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可以保護你自己 我真的要戴在這邊嗎 我真的要戴在這邊嗎 所以當你遇到像David那些人 那就可以 哎 為什麼要這樣戴 不是這樣戴都ok 拍拆 都拍不到 這樣拍拆 你可以用左手去開這個按鈕 這樣子打開 對 這裡 你按這個按鈕 然後再按 下面這個 這麼多夾 哇 要按兩個按鈕 這邊兩個按鈕 大家不用怕是手膏的 對 塑膠的 應該都同 打這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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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同的 就是ok了 不刺傷的 其實他拆了出來之後 本身那個樣子有點像匕首 就是你上去拔這個 然後用來用 對 如果他可以再拆出來 對 再拆出來就好一點 我可以不要這樣子嗎 好 好到另一把了 好了 這把有什麼名堂呢 對 加上這邊的就是 Ganderson 剛剛去年200 200年 年尾出的 Assassin's Creek 的奧迪士 是說起歷了 原早的年代的歷史 而這把劍的歷史 這把矛的歷史 很厲害的 你知道嗎 這把矛 原來是戰狼山 八個故事 NEO LIDEN TING NEO LIDEN 那隻矛 那他死了之後 就把那隻矛 傳到兩袋 傳到他的孫女 所以應該是 女仔去拿的 他就拿的 就是女仔拿的 女仔拿的 女仔拿的 其實奧迪士的主角 是我們兩個人 一個女仔和一個弟弟 那我們 留意一下 這個人押了之後 就會拆不出來 就是 押了嗎 是 夠了 這樣吧 好 好 以後 這隻矛 這隻矛 是長矛 因為皇帝死了之後 他就將他 做了一個短 他是不是好像 我們平時看黑豹 只能拔牆 不知道 這個 是他達至 龍山把故事 傳下來的那隻矛 師仔可以揮動一下 其實是矛 要把它劈開 重不重 還好 可是有一點重量 不是說重 不是說很重 可是你會覺得 因為他在一個柄裡面 他收了少許合金 整個刀頭都是PVC 所以大家可以盡管這樣戰鬥 這個就 加零神 所以就 不會太重 但有點質感 對 你用刀那邊加人 不要拿另一邊拼人 我真的會出人來 即是 加不出人 但是拼人 很重 那個柄很重 手感上不錯 還有我看他 可能始終做遊戲沒有經驗 他在那個刀剋上面 他做了很多類似皮劑 或者很多不同的質感 我看上去都是皮的 是啊 你會看到他兩把 這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1比1的兵器 上面的質感處理得不錯 都E比E 對 對 那在遊戲中 他男女主角 都經常拿著這一支 然後去打膠 為什麼 那這就是椰傳下來的 還有他那把 這把是茅 他那把茅 還有一個底座給你的 大家看這個底座 很濃濃的 不是的 他有一塊膠 你剃掉它 那他就變回有光 因為他會護一護著它 平常這樣放在家裡 就好像生物一樣 即是要插三支香蕉 對 YES 這些還有沒有可以賣的嗎 現在 這些是本身在香港沒有可以賣的 可能遲些香港可以賣 但是這個是新出的 這個是近期新出的 2018 最新的 因為O.DU.C. 說起業的時候 是推出的 2018 我最新已經是 剛剛推出的 剛剛推出的 這個 Origins 這個就是2017的遊戲 其實 Assassin's Creed 出了差不多8年 6、7集 加上外傳 可能是10集 可能是10年 其實也挺好玩的 就是有一點暗殺 但是他那個 很有趣 你只要這樣看 你以為他那個故事 是一些很古式的故事 但是不是 他是說現代的人 用那些DNA潛入古人那些 穿越 是的 穿越古人那些 就是過去的生活 去拿一些 那些解謎的東西 所以很有趣 那這把毛多少錢 這把毛是不知道的 是不知道的 遲些會知道的 遲些會知道的 遲些應該有得 香港有得預售 那樣的 那這把毛現在 看回合 全長60cm 那都OK的 很重 很重 可以放得出人 但是放心 就不是金屬的 就不管 不過那些聲音 真的按出來 但是它的名字 叫Broken Steel 就是Leonidas 那它是難的 什麼 就是Leonidas 用那支毛 當年是殺死的 暴君 Sexy XERM Sexy狼 穿著鼻 有一個鼻環 是的 當然這個故事 是不是連著 是不是真的 我不知道 但是害怕他這樣描述這件事 好 好 謝謝幾位 那我們到 那隻 大家很期待一個未來 先說一些 好 好 拿著好想試一下頭摘 嘖 嘖 收不起來 就不能打開了 好 那我們 收入了 德哥又要去 德哥又要去 不行 不行 真的 他要大力出奇蹟 他拿來 我拿去掉了 大股筍 他不會買 因為它是膠 一迫入去 吸入了 就頂死了 它是倒勾力 對 有兩個環球 在做勾力 不怕